新北市原名杨姓男子前天骑车 载着患有失智症的父亲 前往桃园东眼山区 途中两个人发生口角 互相拉扯的情况之下 双双跌落了大约200公尺深的溪谷 随后儿子自行脱困 父亲却不幸身亡 前行调查之后 认为案件并不单纯 在今天下午到事发地点勘查 而儿子也被依杀人罪嫌受压 他的人就面向那个 在那个面向头那边 坚定重回事故现场 利用绳索实地勘查 因为两天前的命案疑点重重 时间回到二次到下午 救护车赶到现场时 一名七群男子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而当时唯一在场的人 就是他的儿子 原来那一天来自新北市 33岁的阳性男子 骑车在73岁的附近 到桃园东眼山出游 途中两人爆发口叫 儿子停下机车和父亲大吵 还互相拉扯 没想要力道过大 两人一起跌落约200公尺深的溪谷 儿子毫发无伤 自行脱困 但父亲却不幸利弊身亡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由于阳性男子长期照顾 患有失智症和慢性疾病的父亲 宣讯时他闭口不谈 始终没有交代和父亲争执的原因 是否因为照顾患者身心疲劳而计划放案 警方依杀人罪嫌争败 必向法院生压护准 警方也将择席解剖遗体 还原案情真相 警方依杀人罪嫌争败 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